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悲华经云云和明婆娑》,使诸众生忍受三毒及诸烦恼,顾名人土。 这句话告诉我们,众生生活在一个遍不贪,称吃三毒和诸烦恼的世界,所以人的一生注定了要历经坎坷和诸多磨难。 人生无常,有乐也会有苦,有顺也会有逆,这是万物身上客观存在的规律,没人能够避免。 既然无法避免,那唯一能做的就是。 顺从说,顺道者昌,逆道者亡,就是这个道理。 顺境能变成逆境,逆境也能变成顺境。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恒常的,包括逆境。 因此,对于无法改变的自然现象,我们就该顺从并适应它,然后找到其规律,有效地应对它。 如此便能轻松规避逆转不顺。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无数有大智慧的先贤,已经为我们总结了许多扭转不顺的方法。 这些方法中有些应对人生的种种不顺确实有效,就如《易经》中的总结。 屡挂屡虎尾不顺,人亨屡挂出九速屡网无救,屡挂九二。 旅道谈谈幽人真集这三句话,就有三个诀窍。 告诫我们,逆境都是暂时的,只要对这三句话有所领悟,必能扭转人生的不顺。 一缕挂屡虎尾不顺人亨,这是《易经》中的一个挂词,是告诉我们,困难就像老虎,面对困难就如同跟着老虎的尾巴走,不生害怕心,勇往直前,巧妙应变。 真老虎也不一定吃到人如此,人生才能迎来好运。 逆境和磨难,如猛虎下山,张牙舞爪。 所以,使得众生害怕和退缩,这是人的本能反应,我们只需把这一切当作虚静,它们只是困难在我们心中的投影而已。 佛说,静,由心转,一个人的境遇会随心而改变。 同一件事,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认为不能克服,于是自己能够越挫越勇,直至自己改变逆境为止,而内心脆弱的人,则会被这天大的困难吓倒,认为自己本没办法克服,自行放弃。 所以,克服困难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先迈出去,不要畏惧,不能妥协,大胆行动,才能走出困境。 正所谓苦海无涯,唯有自动,福祸无门,唯有自招。 如果每个人遇事只会原地不动,等待别人来救,那么即使别人能帮,那也是一时帮不了自己,一是苦难,最终还是要自己面对。 因此,对于困难,要学《易经》中的这个办法,勇于面对,勇于行动,车到山前必有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这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只是自己没有去解决而已,只要自己行动,再大的逆境都能克服,终会有所成就。 二,屡挂初九速履,网无救速,是朴素无华这一话词,是说初始状态是人的初心,要人们学会放下过去的包袱,保住自己的初心,才能无往不利。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生活中,许多人遭遇失败后,一直裹挟着失败的包袱,沉浸在自己的苦痛中,对自己产生怀疑,变得消极自卑,这样的心理只会让自己变得更脆弱。 轻易就能被困难击倒,也注定人生路苦,充满坎坷。 要知道,亡者已已,来者有可追。 事情已经过去,无法挽回,生活还得继续过下去。 若是不懂得改变自己,调整做事的方法,一味地畏手畏脚,那么曾经惨痛的过去还会继续发生。 因此,我们要用肃心去做事,懂得放下包袱,从头再来。 以出生牛独不怕虎的无畏勇敢心态,在吸收和借鉴曾经失败的教训和经验,人生就仿佛是一场逆向旅行。 如果负担过重,什么都不舍得放下,那就无法轻易地参与这场人生旅,学会放下绝对是聪明人的选择,这也是勇气的体现。 懂得在,该放下的时候放下,才能拥有新的选择,实现自我的解脱,刷新自己,使自己成长,变得更加强大,如此才能扭转逆境,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生的路上,顺境,逆境的发生是必然之路,只有静得下心来的人,才能在人生路上获得好运和成功。 古人云,时过于期,体中则态。 肾境和逆境其实都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福获相依,脾极才会态来。 在此过程中,需要自己一边努,一边等待。 一个人成功所带来的,不仅有诸多福利和各种美好,还有相应的责任和。 担当就如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让他当市长,他能做好吗? 肯定得不配位。 没有相应的才能,也没有积累相当的德性,肯定做不好这个工作,也管理不了一方百姓,最终害人害己。 唐代的黄叶禅师曾经有这么一番开始,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人的成就离不开自己的成长和强大,若是急功近利,想快速获得成功,终究会如拔苗柱掌中被刻意拔高的庄稼一般。 不仅没有用处,还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因此,什么该毫不犹豫地放下,什么又该勇敢地提起,一个人都得在心中有一盏灯,放下内心的浮躁,心无旁骛做事,等待转机,车到山前。 必有路,世上没有人战胜不了的困难,只要脚踏实地地努力,专心致志做事,终会找到办法扭转逆境,迎来顺境。 困难就如同弹簧,你强它弱,你弱它强。 面对逆境时,只要放下心中的恐惧和包袱,吸收曾经的教训和经验,不改出心,勇敢向前,心无旁骛,逆境总会被逆转,人生肯定会迎来好运。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的2020年,我们熬过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苦难,才发觉人生起落,是无常。 还记得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有这样一段戳心的对话,上天就是那么不喜欢我,他只要一见我过得舒坦一点,就立马把我的生活调成困难模式。 那你觉得上天喜欢那些每天奋斗的普通人吗? 但他们还是一直在和生活死磕,但你呢? 只会叽叽歪歪。 我从五岁就开始大把大把地吃药了,那时候我就知道生活。 活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是啊,生活从来都是件艰难的事儿,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命运抗争着。 今天,我为大家总结了2021年的七大生存法则。 很多人的生活复杂且痛苦,就是没有理解生活的本质。 这七大法则,关乎每一个人,读懂了顺遂一生。 一、对待小人要么心狠,要么装傻。 佛语中有这样一个经典提问,世间有人谤我,欺我,如我,笑我,亲我,见我,误我,骗我,骗我,骗我,该如何处置乎? 意思是说,如果有小人诽谤我,欺辱我,耻笑我,轻见我,我该如何对待? 其实,对待小人无非两个办法,要么心狠,要么装傻。 诸葛亮曾在新书中列举了五种小人搞小。 团体,爱打击,讽刺他人的人,虚荣心重,酷爱哗众取宠的人,故意传播谣言,混淆视听的人,为了一己私利,专门搬弄是非的人,过于在乎,得失以至于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前进的路上难免遇到拦路人。 无论你选择如何对待,都不要忘了,最根本的方法是强大自己,用实力融入更好的圈子,才是对小人最大的不屑。 二,对待朋友要么真诚,要么有用。 人这一生浮沉起落,有朋友相陪,乃是人间幸事。 在成年人的友情里,一直藏着两把钥匙,一把是真诚,一把是有用。 感情可以靠真情存续,也可以靠利益维系。 因为世界上最长久的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情感深刻连结,一种是利益,以深度捆绑。 其实,一段长久的关系,就是一个互相找金子的过程。 既要善于发现藏在别人泥沙下的金石,也要让自己拥有可以被挖掘的宝藏,这样的关系才更有意义,更持久。 三,对待敌人,要么打败它,要么收复它。 卡奈基曾经在动物园见过这样一个画面,在一片灌木中缓缓走出来一只灰熊,其他动物看到灰熊纷纷都躲了起来,松鼠爬到了树上,豺狼躲进洞里,甚至是狮子也绕到了树后面。 但是有一只动物一直跟在灰熊旁边,它就是臭幼,它也是动物园中唯一一个赶河灰熊靠这么近的动物。 它以灰熊剩下食物为生,然而灰熊丝毫不会对它发脾气,因为灰熊知道如果自己发怒,咬死了臭幼。 那么臭幼在挣扎的时候肯定会释放出恶臭的气体,它的肉会变臭不能吃了,而且自己也会引得一身骚。 况且最重要的是,臭幼对它完全没有任何威胁。 所以,当有人对你恶语相向,或者找了你的便宜,你就把它从联系部里删除,不要让它占据你的时间和精力。 真正做到忘却你的敌人,不去报复你的敌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前看,不断地成长,获取更强大的力量。 这样等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敌人也就那样像只蚂蚁,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 瓦尔德曾说,永远要宽恕你的敌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们心烦的了。 宽恕是强者才拥有的权利,这意味着你要么打败他,他们收服他,有人因为妒忌而敌对你,有人为了利益打压你,有人因为立场相悖与你为敌。 面对敌人最好的态度不是立刻反击,而是时刻保持自己稳定的情绪和坚定的价值观。 四对待领导,要么懂事故,要么有业绩,这个世界上最受领导欢迎的员工永远只有两种,要么能力平庸,但很懂得人情事故,要么情商一般,但业绩超群。 人情事故需要历练,工作能力需要历练,哪一个都不简单,讨领导欢欣,不如为他解决问题,讨好他人不是长久之计,能力才是一个人行走世间的永恒资本。 五对待父母,既要给物质,也要给时间。 龙应台曾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分,或许就是看着彼此的身影,渐行渐远,年纪越长,这种感受就越发深刻。 时间不等人,对待父母,我们不仅要给物质,也要给时间。 如果你事业太忙,那么无论是强身健体的保健品,还是缓解腰酸背痛的按摩椅,都可以表达你满满的心意。 如果你有时间陪伴,那就凡事亲力亲为,一起看电视节目,一起在楼下散步,一分一秒流淌的都是两代人之间温馨的爱意。 小时候,父母是躺在我们与现实之间的一堵墙,长大后,父母是挡在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六对待爱人,要么感恩,要么体谅。 知乎上有人说,要想婚姻长久,仅仅有爱情是不够的,还需要两个人有成熟的情商,稳定的情绪控制。 力,超强的承受力和互惠合作的适应力。 爱人是这个世界上陪伴我们最久的人,要么感激他,要么体谅他。 感激他给予的爱护,才能不吝啬于付出自己的爱,体谅他的不完美,才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不平凡的意义。 英国诗人彭日有两句诗,我们要手拉手下山去,在山脚下长眠在一起,独来甚是浪漫。 这世上最好的爱情,便是柴米油盐,是你,山河湖海,也是你,横眉冷对,是你关怀备至,也是你,波涛汹涌,是你细水长流,也是你。 爱人其实就是这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日子的甜,有了他的分享,便加了双倍的糖,人生的难,有了他的分担,便去了一半的苦。 七,对待自己,要么自信,要么自律人生短短数十载,最紧要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 说到底,别人给的力量,终究无法持久,从自身迸发出的力量,才能受用终身。 对待自己,要么自信,要么自律。 自信,是看过了别人的好,认清了当下的难,也依然不卑不亢,用一颗平常心对待人生。 这样的人,不向往别人,也不苛待自己,时刻感激拥有,也懂得接纳瑕疵,不显沾露水,胸中却自有千钧之力。 你要知道,让唐僧成为唐僧的,不是最后的经书,而是他为了取经而跨过的山,走过的路和历经的八十一难。 2021年,牢记这七个法则,认清人际关系的真相,懂得珍惜当下,学会自我成长,明白付出与回报。 看淡人情世世,理解真情可贵。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都知道,一棵大树的长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通常需要五个条件。 一,树苗种下去需要时间生长,年轮一圈圈扩大。 二,扎根越深,吸收营养越多,枝叶就越繁茂。 三,无数次的经风双利雨雪,毅力不动。 四,勤加修剪,去除不必要的芝麻。 五,吸收阳光,转化成更多的生长养分。 都要历时间深扎根,清风雨,勤修剪,向阳光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这就是著名的大树理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人也跟树木生长一样。 只有经历这五重磨练,才能拥有更好的人生。 一一世间,全球一百名木工大师,大约百分之五十出自日本。 三十二岁的木工大师秋山李辉创办了一所秋山木工学校,在招收徒弟之前,他会做多次暗访,观察这个学徒能不能吃苦,耐不耐得住寂寞。 学徒进了学校后,马上就会被关禁地。 学校规定没有允许,谁也不准离开,不经同意,家长也不准探望。 这个禁闭一关就是八年。 秋山制定了一套八年育人制度,学费全勉,但学徒必须依归而行。 一年养成匠人基本习惯三年,把师父所传记忆融会贯通。 四年跟师父学习品行。 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五十多位记忆卓越的木工大师,活跃于全球各个国家。 这些木工大师往往耐得住寂寞。 专注于一个领域,沉浸多年。 从而达到平常人难以企及的水平。 成功需要厚积勃发,需要日积月累。 人生如同熬一锅汤,只有闻火慢熬,才能熬出香浓沁人的美味。 有人问巴菲特,为什么你的投资策略这么简单,但却很少有人采用? 巴菲特回答,因为没有人喜欢慢慢变富,聪明的人都懂得与时间做朋友。 不慌不忙,沉淀自己,积累经验。 二身扎根。 科学家发现,生长在沙漠里的木须,颈部仅有十几厘米,根部却有十几米长。 为了在没有水的地方活下来,他们拼了命地往地下生长。 想要向上生长,先要向下扎根,在没有光的地方先沉淀自己,才能迎来后面的后积薄发。 在演艺圈中,陈道明称得上是一位家喻户晓,得意双心的好演员。 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绝非偶然。 成名前,他过新年龙套,饰演过人巴菌、土匪等大量不起眼的配角。 这些角色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一句台词。 但他依然兢兢业业,全力以赴。 从一个个配角开始,积累经验,磨练演技。 开康熙大帝时,为了深入了解康熙,他翻烂了。 世高还归来时,为了融入角色,他不顾旁人眼光,戴装穿着破棉袄收购下班,把自己变成剧中人。 最近几年,他出现在电视剧里的次数越来越少。 除了偶尔听音乐、弹钢琴、练习书法,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 没有哪一种功成名就背后不是旷日持久的苦心工艺。 人生没有捷径,唯有默默耕耘,不断打磨自己,才能活成想要的模样。 三经风雨,几个月前,一段中科院博士论文的致谢在网上刷屏。 罗恩的主人叫黄国平,出生在四川一个贫穷的山奥里。 母亲在他十二岁时离家出走,父亲靠卖苦力赚钱。 为了凑学费,黄国平。 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不知道多少次被狗被蛇咬,还时常落水。 十七岁那年,外出打工的父亲因车祸去世,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婆也离开了他。 这世上谨慎的爱也随之消失,他的身边再无亲人,也再无依靠。 因拖欠学费,被老师约谈,夏天光角,冬天补山,冻得瑟瑟发抖,穿过走廊去讲台领做夜本。 然而,黄国平却没有被这种冷酷的命运打倒。 他扛起了全部的风雨,埋头拼命学习。 同龄人尚在温室里被呵护长大,他却早已独自一人经历着随时可能崩溃的日常。 终于,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好心人的资助,他考上了中科院博士,实现了人生逆袭。 村上春树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 活在世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要懂。 有些人没扛过来,倒在了半路上。 有些人扛了过来,完成了涅槃重生。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唯有经受住千锤百炼,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无限的精彩。 四,秦修简。 1985年,由于理念和董事会不合,乔布斯离开苹果公司。 之后几年,苹果公司经营陷入困局,市场份额一跌再跌,不得不请回乔布斯。 重展公司后,乔布斯首先做的就是缩小公司规模与业务范围,仅保留核心部分,生产线也只留两条,其余全部停掉。 只生产四款产品,即家用版、非家用版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这种聚焦策略保证了它的每个产品都是最优等级。 2010年,苹果公司推出iPhone4智能手机,引起轰动,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乔布斯的改革就是精简业务范围,集中力量打造核心竞争力,这才有了苹果公司的辉煌。 梁晓生曾说,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够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 真正能紧握在手中的并不多。 专注当下,可能比贪多五德更有意义。 给人生做减法,才能给成功做家法。 美国有些愿意,如果你同时追两只野兔,那么你一只也抓不到。 一个人也只有把不重要的事情全部砍掉,集中时间、精力和智慧,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才能有所成就。 五象阳光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真正的强者,不管经历多少磨难,都能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一次霍金演讲结束后,一位记者问他,面膜也将你永久地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 霍金的脸上充满笑意。 用他还能活动的三根手指,艰难地扣积着键盘,打下了四段文字。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梦想。 我有爱我和我爱的亲人朋友。 生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踏实。 万里也不总是困难重重。 我们不知道生命中何时泥沙俱下,何时顺风顺水。 唯一可以掌控的便是自己的心境。 心若向阳,生活便处处美好。 心若消沉,人生便灰暗不堪。 学会把烦恼留给昨天,把简单留给今天,把期待留给明天。 很喜欢丁丽梅的一句话。 无论天空如何阴霾,太阳一直都在,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人生很长,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够像树一样成长,活出自己的挺拔与繁荣。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很多老年人的心目中,养儿防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自己辛辛苦苦地将儿女们抚养长大。 若是儿女们不孝顺自己,不给自己养老,那是要受到道德舆论谴责的。 可事实上,在当今社会,老年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想让儿女们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养老,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73岁的杨女士说,当她渐渐步入晚年,才发现原来儿女亲情也是那样的现实,指望儿女们给自己养老简直太难了。 杨女士说, 我今年73岁,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在事业单位上班,工作稳定,收入也相当不错。 女儿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财务人员,每个月都能拿到六七千块的工资。 我有三室两厅的大房子,还有四千块钱的退休金,这些钱足够我一个人的花销。 自从半年前老伴因病去世之后,我就过着独居的生活。 我每天给自己做三顿饭,定时定点地去公园锻炼身体,生活过得又充实又健康。 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再也没办法照顾好自己,我总是感到浑身无力,就连做饭也没办法独立完成。 我也没精力去公园里锻炼身体,就连去楼下的小区里转转都感到特别吃力。 这样的身体状况,我认为自己再也不适合过独居的生活,于是就打算去儿女的家里养老。 我原本以为当儿女们得知我打算去他们家里养老之后,会热情地欢迎我,可是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半。 当我给儿子打电话说出我的诉求的时候,他念诺着告诉我,他家里没有房间给我住。 我很讶异,就问他,他家不是有三间房吗? 为什么没有我的房间住呢? 儿子说,儿媳妇早就说了,打算将其中的一间房改造成衣帽间,家里的杂物太多,非常影响整体的美观,最近工作太忙,所以没顾得上这件事情,等过段时间,他们就会着手改造衣帽间。 儿子的话我不知道真假,我只知道。 儿子的家我是住不成了,既然儿子家里住不成,我就给女儿打电话,说出我想去他家里养老的想法。 女儿说出来的话,瞬间给我噎了个半死,他说他和女婿的工作都那么忙,哪里有时间照顾我。 他让我去儿子家住,说儿子和儿媳妇都在事业单位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哪里像他和女婿动不动就要加班。 女儿也不接受我,让我感到特别失望。 回想起当年,我为了一双儿女可谓是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如今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让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全部付诸东流。 当年为了给儿子买房,我和老伴将所有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钱,才将房款凑齐。 孙子出生之后,即使我们欠了一身的债务,仍然抱揽了孙子所有的费用。 为了还债,我和老伴退休之后一天都没有休息,双双找到了打工的工作,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干着,直到将债务全部还清,才将工作给辞掉。 女儿生孩子那年,她的婆婆得了癌症,没有人帮她带孩子,女儿在家里急得直哭,她的产假只有三个月,如果不能按时到岗,工作就没了。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我毅然决然地搬到了女儿的家里,帮小两口带孩子。 在三年当中,除了逢年过节我回家和老伴团聚之外,平日里我很少回家,虽然一个人既要带孩子,还要干所有的家务,每天都很累。 对,我仍然,毫无怨言地干着,女儿是我亲生的,即使我累出了腰肌老损的毛病,我也心甘情愿。 在女儿家住着的日子,我呢,从没下过厨的老伴为了填饱肚子,天天都用泡面充鸡,偶尔才去外面的小餐馆里点上两个菜,打打牙记,常年累月地过着鸡一餐饱一顿的日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饮食不节制的原因,三年之后,当我终于将外孙带大回家和老伴团聚的时候,却在一次体检当中,发现他患上了胃癌。 老伴儿不舍得花钱治病,每次要给他上好一些的自费药,他都会大发脾气,说自己的病根本质不好,还不如将治病的钱省下来,以后留给一双儿女。 由于老伴儿不配合治疗,导致他很快,他就离开了人世。 老伴儿去世之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无法自拔。 那时候,我们的一双儿女可真是贴心,他们为了让我开心起来,经常给我买好吃的送到我家里, 节日的时候带着我去商场给我买新衣和新鞋,让我感受节日的气氛。 儿子和女儿都纷纷邀请我去他们家里住,说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就不会总是想到老伴儿就能够从悲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我担心自己的悲伤给儿女的家庭带去不好的负能量,所以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不愿意给他们增添麻烦。 现如今,当我老的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的一双儿女他们却无情地将我拒之门外,让我深深地意识到,原来他们以前对我好, 皆因为那时候的我上有一些利用价值。 那时候的我住在儿女们家里,可以帮他们很多,我有退休金,可以帮他们出生活费,我有一把紫利器可以帮他们包揽所有的家务。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把我当作香啵啵一样,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们同住。 而现在,当儿女们发现我已经老得再也帮不上他们,还需要他们照顾的时候,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就像是对待婢女一样,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以前我总是天真的以为自己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但我老了肯定会晚年生活幸福,因为我有一双好儿女,他们就是我晚年的依靠。 可是,当我真正到了需要儿女们照顾的年纪,却意外地发现,我的一双儿女没有一个可以依靠。 既然养老指望不了儿女,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思来想去,决定卖掉我的大房子,换一套小房子住着,倒腾出一些差价支付保姆的费用。 我的退休金根本不足以支付保姆的工资,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用卖房的差价付保姆的工资。 儿女们得知,我要卖掉房产,雇保姆照顾自己,连忙跑到我家里,劝说我不要卖房子。 他们让我将房子租出去,住进养老院里。 儿女们说,住在养老院里比雇保姆的费用要节省很多。 我住进养老院就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每个月至少能够拿到三千块的租金。 这些钱我也花不完,正好分给他们一人一半,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 儿女们提出的方案我坚决不同意。 我不愿意住在养老院里,因为我早就习惯了独居的生活,不适应过集体的生活,我不喜欢那么多的人,全都住在一起。 我听说住在养老院里有些老人会被虐待,心里充满了恐惧。 我没听儿女们的话,坚持卖到了自己的大房子,购置了一套小面积的房子。 这一倒腾,就倒腾出将近一百万的差价。 我雇了一位住家保姆,每个月付给他六千块钱的工资。 我算了一下,我换房的差价足够支撑我活到终老。 对于这样的安排,我感到非常的满意,自从我卖掉大房子之后,儿女们就再也没搭理我。 即使我主动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是冷冷的,说不了几句话就说自己很忙,将电话匆匆挂断。 逢年过节的时候,儿女们来了,说几句话就走,就像是应付差事似的,让我很是伤心。 每每回忆起往昔,回想起自己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儿女们对我的热情都会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如今梦醒了才发现,原来即使是儿女亲情,也是那样的现实。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三毛说,朋友中的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色,清香淡不扑鼻,缓缓飘来,似水长流。 人这一生,遇到秉性相同,精神契合的好友,是人生一大幸事。 你可以跟对方聊个尽兴,你也可以跟对方相顾无言,但却不感觉尴尬或拘谨。 但是朋友这东西,有极品,也就有劣等品,甚至是残缺品,在交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识别,虽然说人不会把自己内心的卑劣完全而又彻底地摆在明面上,但有些人。 你只要与之相处一段时间,就能看清楚他的真实人品。 千万不要小看朋友会给你的人生带来的影响。 都说尽朱者赤,尽末者黑,与积极上进的人做朋友,你的人生目标也会变得清晰起来。 但若是你结交了人品不过关的朋友,那他身上的坏习惯就会传染到你,让你成为一个讨厌的人。 真正的人生亲情应该要学会与这三种人断交,要不然的话,你肯定会被他们带入泥沼,并且再也无法脱身。 一喜欢占小便宜的朋友。 可能大多数人都遇到过那样的一类朋友,就是时不时地找你借点东西,然后半天不还,等到你问起来,他就说忘记了,下次一定接着,后面就没有后续了,一次两次你还可以忍,直到第三。 四你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对他说了重话。 你以为你的朋友会感觉到羞愧,可是事实上,他不仅不道歉,反而还道德绑架你,说你斤斤计较没义气,这点小忙都不帮。 你顿时感到无语,但是又实在找不到理由反驳,因为面对这种脸皮比强厚的人,你回他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 喜欢占小便宜的人自有他的一套逻辑,普通的有借有还,在借不难的世俗规则根本适用不到他身上。 除此之外,喜欢占小便宜的人还会把坑朋友当作是一种乐趣。 比如,你跟他去一家比较高档的餐厅吃饭,然后餐厅会给每一桌客人都免费赠送一道小菜。 饭吃到一半,你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就看到桌上又多出来一道小菜,你很奇怪,疑惑是不是服务员送错了? 但是那个占便宜的朋友忽然眉开眼笑地告诉你,这是他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得来的占礼品。 原来,趁着你上厕所,你所谓的好友跟服务员卖惨,说你得了重病,不久于人事等等,希望他们大发善心,再送你们一道免费的菜。 服务员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答应了他。 听见这话,你只想吐槽,这么会精打细算,也没见他成为父。 感情都是相互的,即便是一份看似不熟络的关系,也要讲究你来我往。 而那些爱占便宜的人却一直在算计对方,自己永远是得利的一方。 最主要的是,他们并不会把占便宜摆在表面,只有相处一段时间,你才会有所察觉,哪怕是再好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占不到便宜,肯定不会和你做朋友。 当然,你也会发现,这样的人只会越混越差,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远离。 倘若你也遇到了这样爱占便宜的人,还是尽早地离开,别再深受其害。 二,趋炎富士的朋友,还有一种朋友,也是万万教不得的,那就是,在你春风得意时,极力来阿鱼奉承你,在你一朝跌落谷底时,装作不认识你,甚至想狠狠把你踢开的逐利者。 这种朋友,都不能称之为朋友,因为他们只会在你声名显赫时出现,他们并非真心实意,想教你这个朋友,而只是为了你的名和利而已。 当然,人身处高位时,容易膨胀,容易分不清自己的处境,以及便不明好坏,毕竟谁不愿意听赞美的话。 倘若有个人总是,在你耳边说着各种,一美之词,那你估计,也是没有办法抵抗的。 趋炎富士的人在强者面前,永远都是奉承和依附的态度,经常说一些,让人心花怒放的好话,以此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但有一天,你若是甘拜于下风,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在这种人眼中,完全没有情感可言,和你交往就是为了利益,一旦你的利用价值消失,就会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甚至还会背后捅刀子。 生活中这种朋友我们,倒也不是不能交,而是说,你不能和他们深交,蜻蜓点水,泛泛之交就足够了,否则你迟早要为自己选择信任他们,而付出代价。 说到底,袁华世故的朋友,能够教会你很多做人的道理,比如,他们奉承那些比,比他们级别高的领导,那是为了讨得对方的欢心,以稳固住自己的地位。 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一种表现,本质上是为了保全自己。 所以,也没有必要对屈炎富士者过于苛责,只是你别把自己绕进去就行了。 三指责行人格的朋友,什么是指责行的人? 指责行的人看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误、缺点、不足原因。 指责行的人会把结果的糟糕或自己不好的感受粗暴简单地归结为另一个人的原因。 比如说,在对孩子的时候,指责行的家长会认为是孩子懒惰、拖延、笨、粗心、不听话等原因导致了自己的愤怒。 在面对伴侣的时候,指责行的人会认为是对方的不上进、冷漠、自私、不负责任、控制欲、不懂反思等原因,导致了自己的不爽。 在工作中,指责行的领导会认为是员工不够配合、工作不够认真等原因导致了绩效不好。 指责行的人自带显微镜功能,你每个不好他都能敏锐发现并且兴奋地表达,那感觉就像是发现了金矿一样。 理性上,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不好结果的导致都不会是一个人单一的原因导致的。 然而,你却问指责行的人,你就没有错吗? 没脑子的指责行会说,我一点都没错,有点脑子的指责行则会说,我有错,但还不是因为你先错。 两个人吵完后,跟指责行的对话也是这样的。 A说,这样吧,我认得错,你也认得错,这事儿我们就算过去了,好吧。 B说,好。 A说我错了,B说,你错哪儿了? 指责行的人好像永远不会真正思考自己哪里有问题。 再讲得直白一些,也就是说,拥有指责行人格的人通常暴躁易怒,对社会充满了怨怼,他们喜欢到处宣泄自己的消极情绪,哪怕是对着自己最为亲密的爱人。 家人和朋友,也毫不掩饰地释放着自己的暴力因子。 如果你选择跟这样的人做朋友,那你肯定每天都会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得到任何的正能量,久而久之,你也许还会变得逐渐抑郁起来。 常于指责行人格的人做朋友,你会慢慢被他扑A置,完全失去自我和判断能力,习惯把所有的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明明不是你的错,最后主动承担责任的人却是你。 交朋友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人生经历,小的时候因为是同班同学,是邻居,所以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朋友。 可走入社会这个阶段,我们,我们在交朋友,便是凭借着共同兴趣、脾气、秉性等更为私人的特质,去确认是否要和对方成为朋友。 说实在的,交朋友就是要遵循着宁缺无烂的原则。 喜欢占你小便宜的,屈言覆试的,以及喜欢指责别人的朋友,都是万万交不得的。 不想吃亏就清醒一点,离这三种人远一点。 诚然,他们可能人缘很好,会说公为人的话,与之断交,会显得你有些不近人情,但这恰好是自保的一种聪明表现。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 人是喜欢群居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住在大城市里。 在享受优等资源的同时,感受人气很旺的生活。 一个人势单力薄,成不了大气候,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能够顺势而起。 为了和群,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在别人面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做着身不由己的事情,但是都要看别人的脸色,要学会察言观色。 有的人喜欢吃吃喝喝,还乐此不疲。 以为多认识几个人,多喝几杯酒,以后办事才有人给面子。 庄子说,井蛙不可与海,下虫不可与冰。 井底之蛙怎么知道大海的宽广? 夏天的虫子怎么知道冬天的寒冷?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的经历都不一样,不可相提并论,这个世上没有人真正的和你感同身受。 如果你一定要挤进别人的圈子,你就要被别人摆布。 要和别人的言行苟同,和群有和群的好处。 不和群有不和群的。 九点 各有千秋,不和群的人有四种能力会很突出。 能扛视的能力很突出,内心很强大。 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你是如何走出来的? 有人拉你一把,还是你自己想办法,还是靠大自然的力量把你推上来。 有人说,当你穷的时候,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你。 这句话说起来心酸,但也是事实。 有人愿意帮助你,是因为你有价值,你反过来可以帮助别人。 没有人帮助你,是因为你太穷了,根本没有办法帮助别人。 最好的朋友,其实是势均力敌的,最好的亲戚,讲究礼尚往来。 你越是处于困难时期,越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越没有人帮助你。 人穷了,别人会躲开你。 害怕,你求他帮忙。 你向别人借钱,别人总是用鄙夷的眼神看你,不相信你有能力还钱,你开口借钱,就会被拒绝。 不合群的人能扛事的能力很突出,不管多大的风雨,都自己扛起来,负重前行,把别人的眼神,别人的伤害,人生的苦难都放在心里。 不到处找人诉苦,也不跪下来求人。 尽管努力把困难摆脱了,以后的路越走越顺。 你要知道,那些沉默的人,往往是吃过大苦的人,内心的沧桑,没有人懂。 自己可以受得了,还能够放得下。 二,保持头脑清醒,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真正的强者都是独来独往的人,老虎和狮子独占一方土地,谁都不可以侵犯。 阿姨喜欢群居,很团结,也随时可能被伤害。 蚂蚁寻找食物的时候,需要清朝出动,否则就没有办法生存。 一个人不合群,那么他就需要独立思考,不管遭遇了什么,都要逼着自己冷静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一个人习惯了独立思考,就不会惊慌失措。 一切温暖就可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个人很合群,遇到事情。 懂了? 第一时间就去问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建议有道理有见地,但不一定适合你,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不理解你的心情。 你问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建议,你真的难以取舍,反而活得兵荒马乱。 不合群的人头脑很清醒,别人的建议他会采纳,但不会照单全收。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且按照这个想法去做,摆脱了别人的束缚。 自己就可以轻装上阵,脚步如风。 三求学的能力很突出,一直在默默进步。 学习能力一直都是很重要的能力,因为人天生从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到走路。 工作,生活,都是靠一路习得走来的,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小时候要多读书,长大以后要多向社会学习。 多向身边的成功人士学习,还要做琢磨,把学到的知识化为己有。 一道题目有很多解题的方法。 别人的方法虽然是对的,但是别人给你解释老半天,你不一定会懂。 自己的方法也许很笨,但是你自己很明白,做起来很顺手。 一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需要你自己去判断,聪明的人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不管多么糟糕的事情,都可以看到好的一面。 能够化劣势为优势。 没有金刚钻,别懒此气活,不合的人往往是有硬本事的人。 如果你不合群,也没有本事,你就是在慢慢地走向消亡。 如果你不合群,却在提升自己,你就会慢慢地超越别人。 一次进步一点点,但是你坚持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类拔萃。 不合群的人已经放弃了无用的社交。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的事情。 求学的能力会变成自己的超能力,是战胜别人的武器。 四,控制情绪的能力很突出,能够及时,只调整心态。 你为什么要发脾气? 往往是因为你和别人有了摩擦,或者你看别人不惯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转嫁给自己。 聪明的人从不生气,总是能够保持安静,脸上有笑容。 当你情绪爆发的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会带着情绪,事情的局面难以控制。 你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只知道狂奔,不知道如何转弯。 不懂得停下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你和别人一起奔跑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 当你和别人一起抱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世界很无趣,人生没有希望,不合群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真的想生气了,就躲在某个角落里,对着天空喊几句,发泄一下自己的心情,自己做主,学会不生气还得靠自己,也要避免被别人影响。 总而言之,人各有志,不能和别人苟同,也不能强求别人和自己同行。 人生路上,一切随缘,不冷落每一份热情,不欢迎任何的冷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看到这样一句话,永远不要把友情放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上。 有些朋友就是在一个阶段带给自己美好东西的人,互相享受,而不要互相捆绑。 是的,太过高估一段关系去,毫无底线的透支,换来的只能是一个个惨痛的教训。 你今天所有的透支更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老五的发小在老家有套房子。 后来,房子被拆迁,分到了一套新房,因为已经在城里买了房,新房就闲置了出来,发小就想把房子卖掉。 卖房的消息发布不久,发小的一位朋友就联系到他想要买房。 顾念就寝,发小给朋友开出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但有个条件就是必须一次性付清。 朋友也欣然答应了。 可没过几天,朋友就联系发小,说自己一下子凑不出来这么多钱,要不给他抹个零头,本来就已经给出了最低价格,结果还要抹掉零头。 发小虽然有点为难,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结果没过几天,朋友又联系发小说如果一次性支付,自己没那么多钱,需要贷款。 贷款的话就会产生利息,能不能分。 积给发小支付,这样自己也就不用贷款了,还能省去利息。 发小忍无可忍,当场发奴说,房子我不卖给你了。 后来发小通过中介把房子卖了出去,成交价要比当初给朋友的高出不少。 而发小和这位朋友的关系也自此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交集了。 一所有关系开始变淡,都是从透支开始的。 婉晴的一位朋友辞职开了家电,开电以后,为了照顾朋友生意晚,不但自己去光顾好几次,还拉着身边的朋友一同前往。 朋友开电的那天,婉晴也在网络上替朋友发广告做了宣传。 她自认为在朋友开电这件事上,自己帮的忙还是很到位的,可在朋友眼里,她做得似乎远远不够,几乎每次见面。 依然会要求婉晴介绍生意,微信上聊天也是,每次都是以亲爱的,在忙吗?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开头,然后就是让她帮忙推销店里的活动。 一开始,婉晴还会硬着头皮答应,但次数多了,难免有些不耐烦。 偶尔委婉表示自己在忙,希望朋友能听懂背后的前台词,但朋友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也不是很着急,等你不忙的时候帮我一下吧。 婉晴碍于情面地步步退让,朋友却变本加厉狂轰乱炸。 再到后来,不胜其扰的婉晴开始有意疏远这位朋友,慢慢地两个人也就彻底断了联系。 见过了太多聚散离合之后,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关系开始变淡都是从透支开始的,因为跟某位朋友关系好,然后就三番五次地找他帮忙。 麻烦他即使每次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可时间久了,朋友难免会不慎其烦地选择逃离,总觉得做家务,照顾老人小孩是伴侣的责任,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甩手掌柜。 伴侣常年一个人付出,渐渐对婚姻失去了信心,仗着父母无底线的包容,生气的时候总会说出一些口不择言的话,不断从父母那里索取,渐渐含了父母的心。 正如蔡康永所说,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点。 所有的感情都是有额度的,不要任性地挥霍,当你的存款账户变成零的时候,就是对方离开你的时,一旦离开了,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二,任何。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越是好的关系,越应该把对方放在心上,而不是轻易地透支。 在春晚舞台上,我们总能看到蔡明和郭达这对老搭档。 蔡明和郭达合作小品多年,私底下两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有一次,两人到西藏参加公益演出,演出的小品叫《打针》。 在以往演出中,道具都只是一个没有带针头的针管,但这次主办方疏忽大意,准备道具时没有事先拔掉针管上的针头。 演出过程中,蔡明因为高原缺氧,意识模糊,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疏漏,直接将带针头的针管扎在了郭达的屁股上,疼得郭达惨叫连连。 事后,尽管郭达表示没有关系,可蔡明心里还是过意不去。 蔡明知道郭达喜欢收藏钱币,还。 特意淘了几枚一百四十年前西藏的钱币送给了郭达,以表歉意。 很多人不解,觉得两人相识多年,又是至交,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的道歉。 对此,蔡明说了这样一番话,正因为是老朋友,老搭档天天见面,我们才要将哪怕一点点的嫌隙都消灭在萌芽中,而不能任其慢慢累积成大矛盾。 人最大的愚蠢就是关系越好,在对方面前越肆无忌惮。 真正聪明的人都舍不得透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都知道成年人感情的来之不易。 这个世上真心对你好的人不多,弄丢一个便少一个三,真正好的关系往往都自带分寸感。 有句话说得好,永远不要把友情放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上。 有些朋友就是在一个阶段带给自己美好东西的人,互相享受而不要互相捆绑,真正好的关系往往都自带分寸感。 娱乐圈里,黄博、徐征、宁浩被称为中国影坛最牛铁三角,三个人能保持深厚的友谊,就是因为他们都特别懂得分寸感。 2011年,宁浩想要拍《黄金大劫案》,徐珍很重义影片中男主角这个角色,但宁浩觉得徐珍不合适,就拒绝了徐珍,然后徐珍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眼看着电影快要开机了,宁浩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男主角。 这个时候,徐珍并没有再次毛遂自荐,而是向宁浩介绍了雷佳音。 不得不说,徐珍是一个分寸感非常好的人,因为他懂得不让朋友为难友谊如此,婚姻。 亦是如此。 日本有一对老夫妻,爷爷做事细致有规划,奶奶却有些粗之大业,两人性格迥异,却相爱了一辈子。 幸福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亲密的分寸。 爷爷不爱吃蔬菜,奶奶从不为了他好,强迫他吃,奶奶想买什么东西,爷爷也不阻拦他,开心就好。 特别喜欢一句话,我们需要亲密,却不需要干扰,我们需要温暖,却不需要炙烤。 凡事都有度,一旦越界,就会让彼此感到疲惫,久而久之,就会心生嫌隙。 做人保持界限感,不过分索取,不过分要求,相处舒服,才能九处不厌。 好的人际关系,就像一棵树,平时没事浇点水,打理打理,偶尔能看到几朵漂亮的花,赏心悦目。 足以运气好的花,结出几棵果实,一起分享人生的甜蜜,更是幸运。 请记住,永远不要透支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